這是你的狙擊槍 而這是我的狙擊槍 一入課金 誰死喊 從此再無回頭路 神經哥玩射擊遊戲從來不喜歡裸黑鐵皮 不知道為什麼 一看到好看的槍皮根本賣不開腿 今天我要給大家看看最近熱度極高的一款遊戲當中的皮膚 它就是無謂契約 或者叫瓦羅蘭特 你可以笑話我遊戲玩的賊菜 但你不能笑話我槍皮沒有含金量 好嘛 配好啊 為了配合我超高質量的槍皮 自然也是準備了上層的遊戲本體驗 那就是搭載了英特爾13的酷睿HX的最新暗影精靈9 兩位也正是即將開賽的無謂契約大試賽指定產品 本期視頻就來盤點一下那些我自己喜歡的 哪怕你不玩FPS遊戲看到這些槍皮都走不動的六款皮膚 第一款 至尊龍炎套裝 目前無謂契約最帥槍皮沒有之一 至尊龍炎有五樣東西 間諜 判官 暴徒 狂士 匕首 它也是遊戲中唯一一套仿生皮膚 土派普總統 你不打算熟 aber 土派普總統 快點 找你 蓬祭 分析一下龙居 当你切枪的时候龙居是挥着翅膀飞动的 呲牙连嘴流了哈拉子 很是彪悍 当你走动跳跃的时候 龙呢也会跟着你的姿态摆动 可以说这龙是活的 开枪后就是一道龙颜飞向敌人 同时嘴巴流出岩浆 龙的脖子也是动态的 更帅的是幻蛋动作 龙的爪子粉碎掉旧弹侠 再抓住新弹侠自己按上 这也太帅了吧 龙为K那就脾气很暴躁了 幻蛋时呢 他还对着你呲牙连嘴一番 好像在嘲讽我 枪法太菜了 龙喷切枪的时候呢 他会从屏幕左侧滑到你手里 巧妙的是弹骨被设计成的龙蛋造型 换蛋时候啊 龙把弹骨从你手里咬过来自己按上 似乎是在说小子你太慢了 至尊龙颜狂逝 相对来说就可爱一点了 就像是一个龙宝宝奶胸奶胸的 对于仿生皮肤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灵活切换的同时特效烟花缭乱 一切都透露着游戏设计师的脑洞 这么好的皮肤 怎么样才能展示出最好的游戏效果 当然是搭配暗影精灵9 2.5K高分辨率 240Hz高刷电竞屏 与13代酷睿HX带来的最高可大 5.6GHz锐频频率 游戏真数嘎嘎提升 无论是游戏流畅度 还是画面 枪皮呈现效果都是一流水准 什么 你是佛系玩家 就喜欢花花草草养养鱼 那你看一下第二款枪皮 海洋星球暴徒 据说呀 玩五位契约的妹子 人手艺吧 为什么呢 你看枪上面 爬着一只章鱼哥 开镜的时候 章鱼的触手 还会只愣起来 为你充当瞄准镜 枪体活头的就是一个鱼缸呀 里面有鱼有水 有海草 冰冰凉心飞扬 重点是 里面的鱼 它还都是活的 战局紧张时刻 游戏内外都需要时刻冷静 皮肤带着心理降温的同时 外界干扰也要不得 暗影精灵9的酷帘风暴散热技术 与十三代酷瑞HX超多核属性 为每一个希望收获精彩操作的玩家 提供稳定的物理支持 双重buff加持 游戏胜利真的很有保证 开枪时下枪口还吃水 打不过你 我吃水羞辱一下你 总可以吧 第三款皮肤 混沌秩序 这套枪皮啊 甭管好不好用 帅就完了 转动角度的时候 枪体上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细节做得很棒呀 特别喜欢它换弹时 干净利落的动作和音效 简单粗暴这四个字 用在AK身上合情合理 第四款皮肤 RGX11Z Pro 荫光刀 俗称显卡蝴蝶刀 蝴蝶刀不是为了赚刀 那将毫无意义 闭上眼睛 听听这音效绝了 展示动作不仅是帅气的手上动作 而且蝴蝶刀上面的灯还会改变颜色 这转起来的跑马灯效 哪个猛男能拒绝这样的皮肤 第五款依然是近战武器 太极扇 就像蝴蝶刀啊 不转的蝴蝶刀是没有灵魂的 所以不删敌人一个大逼到的太极扇 也是没有意义的 同时他也是性价比之王 表示没事删两下悠然自得 什么叫优雅 这TM就叫优雅 不升级拥有着斧子动作 升官机就是全新的动作 一删两用性价比的神 一句话 此生不会入晒霉 最后一款781A协定 好就是贵 贵就是好 一套极具机械美感的皮肤 特效方面也是诚意满满 以末日机器为原型设计 包括切枪 检视 换弹 开枪音效 击杀图标 中间特效 当然还有目前独一样的专属语音配置 在击杀检视的时候都会出现 我家兔崽子看到这781A协定皮肤 天天给我抢电脑 搞得我没有电脑用 这也算是给我自己开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小灶 众所周知 无味契约这里电竞游戏 选一个好一点的CPU是很有必要的 13代酷睿HX最高可达24和32线程 从容应对复杂的团战场景 关键是自己玩 还是开个直播都没有压力 除了玩游戏 平时剪视频这CPU也能从容应对 所以近期准备玩无味契约 同时就准备升级尤其电脑的玩家 可以考虑一下 搭载13代酷睿HX的暗影精灵9 现在628活动火热进行中 i9HX加4060配置重回首发架 性价比输是不错 你还有什么喜欢的皮肤 可以在评论区互动讨论